系統一樣放樣的施作 事實上是沒有故意佔用泥地的事情 那見解的結果 我們猜測可能是有 如果真的是有誤差的話 我們猜測可能是測量的誤差 那所以這個案子 現在事實上也在法院的訴訟系統中 那正常的話 法院他會主托議所 議政事務所去重新的見解 那如果有越界的情形 事實上這個可能我們猜 有可能是工程實作中 引用的介指 它工程放樣的錯誤 所以這個後續我們可以採用的措施 那除了當面跟地主協調以外 那可以採取的措施包括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工程技術上可行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採除完定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如果是會破壞整體的工程安全的話 我們會考量以協議架構的方式來處理 以上 好 軍隊我們涵涼起韓議員 我剛剛就舉手了 我的議長沒有注意到 事實上呢 針對這個介指的問題來說的話 因為剛剛地主 很明確的指示給我們看 然後而且地所 照到底見解 他應該現在見解錯誤機率不高 機率不高 他現在應該都是以 都是以雷射車距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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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 當初 我們怎麼驗色 我們怎麼驗色 而且呢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來說的話 公務員 對我們的 百姓 呃 的成型案件應該是優先處 所以呢 在整體來說的話 让本席非常讶异 怎么会有句话让他去告 所以第一个 我要求我们的政风单位 勿请查出 哪一位仁兄 居然对 他的职责 居然告诉他你去告 这是本席不能接受 本席绝对 不能接受 我们的官员如同 衙门一样让他去告 这是不能接受的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们 如果有土方 占用这个 让气的问题 第一个来说 我们水保单位 产发处对于我们的 土方的 处理问题来说 应该都非常的明确 都非常的明确 当然呢这可能工区内 所以查不到 但是呢 如果有民众主张的情况之下 应该水保单位就紧述去办 去了解 了解后 应该依据水保法该处理的部分 就该处理 如果没有这种情势 就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民众 我没有这种情势啊 对不对 所以让本席也非常压抑 第二点 第三点来说的话 其实整个工程来说 依据这个数据 跟告诉我们的资料 很明确的 这个工程部分是 基隆市政 然后这些都是技术面的问题 都是工程上的问题 所以呢 工程单位有必要负责 而且本席也看了这个报告书 第一阶段是103年8月1号 竣工 这就是所谓的张市长人类 应该不是前朝 还是基隆市政 第二阶段的工期是 104年11月16号竣工 这就是去年11月16号竣工 这不是经朝 这还是基隆市政 还是基隆市政 所以呢 第二阶段的验收 跟第二阶段的施工 施工明确的是 基隆市政府在施工 只有土地价款6000万 我们跟海科馆各自负责 那施工我们在 我们在负责情况之下 施工怎么可以说 再推给海科馆 说海科馆该负责什么责任 这没有道理 我们该负责的 我们就应该要确实的负责 该对百姓交代的部分 就应该确实对百姓交代 所以呢 这整体来说的话 第一个呢 我们不乐见见到有官司的情况 我们很不乐见 既然基于我们是民意代表的立场 我们深切的要求基隆市政府 对我们民众要有绝对的交代 否则我们就不叫基隆市议会 我们既然是基隆市议会 就希望基隆市政府要明确的交代 然后呢 如果道路你做不到 就如同庄议员刚刚讲的 如果我要化肚子就要道路 要夺久 我专案至少 我要夺久 跟民众都可以明确的说明 明确的说明 如果打官司 我认为我们 何必再数 基隆市政府已经出了名的 打官司都输了 那再输一笔干嘛 不要浪费这个律师费 我不赞成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旧渔会大楼 这是让我们感觉到 就譬如说 基隆旧火车站 旧渔会大楼 现在都用一些现代东西把它包起来 他叫历史建屋了吗 我们把古迹都包起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古迹应该原字原貌 或者我修正比较美丽 或者我做一些比较 防古的东西出来 让他感觉到 他是我们的历史 那就用现代东西包起来干嘛 所以我希望基隆市政府 我记得我们李育员也提出来 他很不乐见那个 我才更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既然是历史建屋 或者古迹的话 不是以用现代东西 把它整个包起来 看都看不到古迹 那是在做什么 文创很好 但是不应该 把这一个用一个 跟这方面根本无关的东西 去弄包起来 那是一笑大方的事 请市长你多多考虑 谢谢 好 针对我们张罕组张议员 高先生我再补充一下 我希望市政府对于这个当初 当初市政府跟海伯馆 对地址的承诺 这一点一定要付出 据我了解 当初在学调的时候 市政府海伯馆对地址相当的承诺 都推翻掉 都不付出 希望我们市长对这个事情要深谈 第二点 刚才李市长报告 有关与这个业界的问题 它已经进入书法程序 这个我们不要再讨论 整个书法 整个书法来处理 第三点 有关与乱造废气图 都造在他这个 程庆伦这个林先生的土地上面 当初市政府也没有处理 海伯馆也没有处理 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发生呢 我建议我们不管哪一朝做的 我希望我们市长应该要对市民要有这个公道 这当初承诺的都推翻了 不仅这样子嘛 所以说我才说的很重话 海伯馆也不是人 当初在协调就会不会吃菜 当初在协调的时候 所以说 我希望我们市政府要负起这个责任 不要一问到事情就说 海伯馆不同意 后来我们理事长 跟着讲了好几次 你叫地主去告 这个也是不负责任的问题 我们今天市政府在 这个是主导单位 当然将来这个工程 一切都要交给海伯馆 但是我们市政府 这市民要有交代 不能没有责任的 那当初我问过市政府 那会到会计图为什么不处理啊 都模拟两口 都不讲很清楚 希望这个本期建议的话 希望我们市长应该要深入去查查 谢谢 好我们陈东台陈议员 谢谢议长 其实这个转运战 当初我就反对了 市政府去做这个 我说这个转运战 绝对是文字转运战 然后呢 这个的起源啊 当初这个地主 就有一个规划 规划案 他要用BOO的 然后他来投资 顺便他要说 做个这个 大型的游乐区 人家花了好几百万 把这个规划设计都送 都弄好了 送到市政府 结果我们市政府的一个天才 这个处长 叫高俊峰 把人家退回去 高俊峰到我们议会 骗了多少啊 什么捷運来基隆啊 什么三线海线啊 搞了几千万 还有我们议会 同仁大家监督的很明可 不会被政府 把你叫什么开了 你明白 所以我 如果我是认为这种问题 没有牵涉到新北市的土地啊 当初要经济在土地的时候 新北市还没有深刻嘛 台北县 瑞芳政公所 管辖的 同仁大家也知道 应该知道 新北市的土地一平多少 公道一平多少 一千多块啊 我们基隆市八千多块啊 差多少 新北市的土地市 这种族市 这种族市就不对了 你免贪发现 你都还有税收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业者 把它推翻掉呢 而且业者都规划设计都很清楚 硬要搞 这些工程会发了多少呢 三亿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六千五百年 包括土地征收会 总工程会 就是发了三亿多 那么基隆市政府 哪一条实现过说 中山一路 一花路透光的 不是跟那个地鼠讲吗 我先见后差 有没有 他也可以大拉拉在一位讲 保证 有没有 有没有做 市长 你今天的生活 先就滚到会 你哦 你现在是基隆市的市长 所有的十字架 你都要背 你要负责任 你都要负责任 这个案子要好好把它查清楚 里面绝对有弊案的 弄清楚 该送就送 我说了 你都要负责任 好 我们谢谢陈东才 陈议员的发言 我们现在想要听一下 我们市长 对此案 有什么协助的方针 或者 能够改进的 让地主 不要在那边觉得好像政府都没有照顾 好不好 那边 谢谢你 好 谢谢议长 还有我们各位议员先进 我想我先就 刚刚大家最关心的 这个地主的一个 陈情的部分来做回应 我想第一点就是 我们基隆市民 以及所有民众合法的一个权益 我们一定要来予以维护跟保障 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 过去 不管是前一任市长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过去我们基隆市政府所承诺应办的一个事项 我们应该本诚信的原则来处理 第三 我想因为这个转运站的一个范围 那全部都位在新北市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应该是启动跟新北市的一个高层的协调 的一个机制 来想办法来协调处理这件事 第四 因为之前 也在法院进行协调 其实我们交易处理 刚刚处长上任之后 其实也很努力在处理这个事情 不过在法院协调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隆市政府跟海科馆 是共同的起造人 所以进行调解的时候呢 我们不只是基隆市政府 我们必须 海科馆也同意调解 才有办法进行 那当初在法院的时候呢 由于海科馆他当庭反对 所以为什么调解不成 那这部分我们也会积极来跟海科馆来取得一个共识 来一起来协助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这是我本人对于刚刚大家所关心的地主的权益的部分 来做一个报告跟回应 那地主的最主要的增结点有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一个占用 这是在海科馆转运站的出入口的部分 那这个是可能当初不管是放样还是间接等等的一个误差 这个不管 但是解决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把地上屋的一个结构拆除还地 还给地主 这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李刚处长也有谈到的 就是说协议架构 那这是在出入口的部分 但是其实最主要影响到地主的权益是在后面 也就是它的道路 它后面的一个土地的一个进出的这个通道的部分 我想这部分由于当初市政府有承诺 所以我们会在这部分来积极的来予以协助 那另外是各位议员先进有提到关心的有两大面向 第一个是海科馆的一个发展 以及这个转运站的一个营运 说实在我上任之后 这个交流处也有跟我践行转运站的一个报告 说实在我是觉得当初的一个规划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它把它当成是一个 只是一个转运站 那而不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使用 那所以这个会在未来的一个营运上 我觉得这是会有一些困难 不过因为当初一二三期 市政府已经跟海科馆签订了行政的一个契约 而且相关的一个规划设计的内容都已经在进行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如果贸然停止 那将会让整个的一个进度跟工程整个都会延宕 所以交流处的一个建议就是一二三期整个案子完成之后 后续再来进行处理 因为最麻烦的其实是因为它是位在新北市的范围里面 而不是在我们基隆市的范围里面 所以包括一些规划设计跟土地的一个利用 还有建筑建造等等的一些这个变更或者申请 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另外呢是刚刚有好几位议员特别提到 这个海科馆的一个发展 我想海科馆当初的一个发展 其实也是没有想清楚 因为它就让它单纯只是一个承载教育的一个功能的一个 所谓的科学的博物馆 但是它没有想到周边的商业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机制 所以刚刚有这个 庄挺田的议员有特别提到 那个ABCD四个区要穿越马路 说实在这是不利于整个场馆的一个经营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应该是主题馆 几个主题馆之间应该是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包括现在正在盖的海生馆 不过因为怎么讲 就是说当初他们在规划的时候 没有把它整个完整想 所以后来才慢慢慢慢再加 其实包括这个地方如果最好是 甚至应该要有一个好的一个餐厅跟饭店 应该要整体配套规划在一起 才会有利于这个地方的一个营运 不过这部分未来我们会再继续 也会跟海科馆一起来做整体的一个讨论 那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另外企图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 只要是我也会要求我们相关的举处下去清查 因为这是一个公共的工程 我们应该带头来这个守法 那这些包商呢 如果在这个公共工程上 它有这个乱到企图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想我们就是依法来查处 这个我也会请我们交易处跟产发处 把这个事情查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另外是 这个 骑程的问题 其实海科馆开始营运之后 它的营运的状况跟原本 规划设定的状况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也就是所谓的旅客数跟原本设计的预期是严重不足 那现在海生馆将在明年底最慢后年初完工营运 这个时候其实调和接的一个转运站才有它真正的功能 如果是现在转运站其实已经盖好的状况 其实基本上它就会放在那边 还是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海科馆的整个一个营运的那个营运量还没有上 不过这部分海生馆开始开张之后呢 这部分应该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迷品 所以刚刚有特别提到 那个转运站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集成 我们在规划设计的部分 我想那部分是应该是可以提前没有问题 那整个转运站的完成一二三期照之前的规划完成 在明年底 市长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确认一下时间 现在我们把这个案子全部结束我们再上回好不好 好谢谢市长 谢谢 那那个转运站完成 只要是在海生馆完成之前搭配的上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会 整个营运上是可以衔接起来 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特别提到 刘美林寓演有特别提到跟去运会的部分 我想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跟运会合作得非常好 不过刚刚也特别提到运会的人力资源有限 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来特别来注意 避免造成运会太多的一个负担 好那我想我就简单 把这个问题做以上的一个答复 那我们会尽快启动跟新北市的一个协调的机制 谢谢 好 市长也报告完毕 那我想我现在做成一个结论好不好 两项结论 一 调和街转运站第三期工程 请市府如期如值完工起用 有关原地组曾请事项 一请市府入案处理 二 请市府加强于海科馆各项观光行销计划 并携请海科馆增加其展览丰富度及多样性 以吸引游客参观 这样好吗 好 通过 我们今天时间已到 我们散会 明天早上九点半 我们一样在议会的大厅集合出发 谢谢大家 辛苦了 明天早上九点半